7的系统的话,那应该都是Office的20,应该已经到20,看一下我们的版本,已经是2010的,所以我们上课后面的课程内容也会用2010的,那如果说你家里,如果还是在2003或者更旧的版本,那恐怕呢,也可能要把它升级一下,因为未来你们到职场上面,可能会用到的版本应该会是比较新的, 因为旧电脑要升级的话,没有办法用旧的软体,因为没办法授权,OK,再来的话呢,再来刚刚所谓的那个基本的软体,那我会从中看挑一个吧,那再来可能进阶的话,像我在那个数位典堂里面会教同学是一套,可能大家会比较有兴趣,像那个Photoshop, 大家对Photoshop的兴趣比较浓厚,为什么,因为这个软体算是职场上用的比例算是数一数二的,这个部分是属于所谓的视觉设计的软体,视觉设计,那现在的话也蛮需要,也就是说你在应征工作的时候呢,如果你懂得一些视觉设计的工具的话,那会相对的加分的作用,那另外除了Photoshop之外, 现在用的蛮多的,比如说像什么Illustrator,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用过这样的软体,或者像Flash,就是做动画的,或者像是做网页,有个像Dreamweaver的这样的一套软体,那这个是属于Adobe系列的这个软体,我想这个部分的话,可能可以规划到我们其中考之后,其中考之后,OK,那其他的话,这部分我想再跟各位做做, 下一次我再跟各位做确认,不过我也还是希望说,因为有一个新的潮流出现,就是那个智慧型装置,衍生出有一个对那个手机APP这样的一个需求,那这个部分的话呢,跟我们文献书画有什么样的关系,我觉得各位,看回去的话也,看看再找时间稍微了解一下,如果你有智慧型手机的话,请务必,应该各位都知道像这样的一个网站吧, 到那个Google,Google里面呢,这边有个Google Play嘛,这个Google Play里面呢,实际上呢,这里面就是所谓的AP,就是你的APP,都在这边可以找得到,而且你找到之后呢,也可以马上安装到你的手机里面, 所以里面的话,其实我不知道了,那你们可以自己去稍微了解一下,里面呢,有哪一些,有没有文学性的,或者是说比较软性的一些APP,那你可以稍微先去了解一下, 其实我还蛮希望各位可以去针对这些应用,去做一个了解,那你对这个了解的话呢,相对的未来,其实很多的企业,他们其实都对这部分是要要预示的,需求量只会增加,不会减少。